我是邵康 歡迎來到TV的邵康戰情室 在我們下場特別來賓 陳提菲委員 王柏輝廠長 陳鳳馨小姐 洪孟卡委員 李永平前副市長 黃紹廷議員 那麼巴菲特 巴菲特的股東大會的講話 是很受到矚目的 講些什麼等等 他在股東大會上又講了 他說台積電是個好公司 一切都很好 公司也很好 人才也很好 但是就是地點不好 地點就台灣 可是人才會好 也是因為在台灣 所以他說 寧可把資金擺在日本 地點也好 地點哪有不好 是被你美國人講不好的 你說我們地點不好 我們地點哪有不好 我覺得很好 對不對 我們這邊安居 過得很快樂 是美國天天唱出來是你 不是我們 你看這邊講 優勢令人驚嘆 但是我寧可把資金 放到日本不是台灣 這是現實方面的考量 他就是講個地點 就是一個地點 因為你每天說要打仗 說要打仗 對不對 然後又說要把台積電給炸了 你說要怎樣 所以巴菲特在這個年會上就講說 美中應該避免誤判 誤判的結果就是相互毀滅 一直在增加 一直在增加彼此的緊張 到現在連拜登要打電話給習近平 電話都不要給你接了 通電話都不通 這其實滿危險的 你看 美國三次提到要炸台積電 第一次是在美國陸軍戰爭學院 那個題目叫做覆巢 覆巢之下無完卵 嚇阻中國陸軍台灣的專文 寫台灣面對中共入侵採取焦土策略 必要是炸毀台積電 讓中共了解就算拿下來 也拿不到台積電 然後這是2021年12月 到了2023年4月 歐布蘭 不是蔡英文還頒了一個獎給他嗎 大受警星勳章 頒了一個很重要的獎 台海發生戰爭 為避免台積電入中國手中 美國會選擇炸毀台積電工廠 然後到了2023年5月 就是最新的 美國的民主黨眾議員莫頓 應該說我們如果你入侵台灣 中共我們就炸毀台積電 好 那麼邱國正講了 說國軍怎會容忍 什麼叫國軍怎會容忍 你蔡英文怎會容忍 你民進黨政府 你外交部怎麼會容忍 老美在那邊天天放話 把我們護國神山 任何人執政都要保護護護國神山 老美這樣講你們都不講話 也不反應 這樣講所以不要天天亂講 講這些東西搞得我們人心不安 對不對 你是台積電工程師 你也會很緊張 台積電工程師加水會緊張 說怎麼回事 都把我們給炸了 所以不是說國軍 國軍不能容忍 國軍還不到不容忍的時候 你是大關門能容忍嗎 你們一句話也不講 所以我講這喪權辱國 莫此為甚 好吧 我們看看 漢光也升級了 我們看看 航車部OH-58D戰艘直升機 AH-1W攻擊直升機 以及黑鷹直升機精準試機 包括2.75吋海神火箭 20公里機砲以及M240機槍 依依依照航線規劃大秀軍事機友 漢光演習7月上場 但台海劍拔弩張 國防部長求國證也坦誠 相較於兩年前 兩岸嚴峻情勢已經從V級升到V Plus 第一次當初你們講說 去年8月份離法東 比如說今年4月份的狀況 我想他目前的狀況比方要高一點 以至於要A加A減的 你們要我打分數 有很多人問我 因為你們有個標準 那這個標準出來了 在標準上或下 因應當前緊張情勢 國防部也持續強化 後備戰力第一批女性 叫叫後備軍人週一起 桃園受訓5天操課比較冷心 緊張啊 你退伍多久 也才沒多久 去年才退伍 你回來重溫一下部隊的那種感覺 好棒 面對對岸武力威脅備戰不分能力 有沒有這次有15個女生 14個還是15個女生 14個女生 說他們超課比照男性 我很好奇有14個女性是誰 怎麼找來 為什麼這14個 還是他們都是退役的女兵 退伍的女性 一般女性沒有神分就不找她去 年紀也已經超過了 另外志願役士兵去年 超過4000人要退場 超過4000人 這是很 對 新高 邱國正說年輕人的想法勉強不得 勉強不得 你怎麼把它留下來 好不容易爭來 不管怎麼樣把它弄來 然後募來了以後就跑了 很可惜 對他也浪費時間 對國軍也浪費時間 人力 物力 然後有學者說 國軍應該改新式裝備 來節省人力 你現在裝備也是舊的 所以人又搞一搞就要跑了 來 孟凱 我覺得這相對是矛盾的 國軍應該改新式裝備 節省人力 但是我們馬上 在去年的時候 蔡英文總統又把宣布 義務役從四個月變一年 這不是好像是自相矛盾 再者其實我覺得說 過去到現在我們這樣看來 國防部長邱國正 他剛剛的一個回答 我真的很想問是說 那到底你心裡的滿分是幾分 是A加 所以你現在從B到B加 但是不要忘記 戰爭只要一發生 就是零和遊戲 不是零就是一百 就是完全的 沒有任何模糊空間 所以我不管說你這些 到底是什麼評分 重點在於是說 現在台灣的處境是什麼 其實我們最近聽到很多的新聞 包括美國突然間傳出說 有可能比照烏克蘭模式 要5億美元的一個軍員 但我們想問 這絕對不能假裝 這個是天上掉下來的禮物 因為現在如果說要 比照烏克蘭的軍員 那代表什麼意思 難道台灣跟烏俄戰爭一樣 台灣已經是戰爭中了嗎 再者我們要講是說 武裝台灣 把台灣變成是刺蝟島 台灣變成是建築島 但是重點在於是說 那就是開戰在即 我們絕對從頭到尾不反對說 中華民國一定要有 自我捍衛主的國防力量 但更重要的是說 當我們變成是別的 兩大強權指指點點的 一個地方的時候 真的對於2350萬人 生活在這裡的人是好事 而且更重要的是 如果說我們真的要 為了捍衛台灣 為了要去守護台灣 而延長這個戰線的話 不就是期待是說 美國能夠派兵嗎 但是居然我們想的 守護台灣變成說要炸毀台積電 這是什麼邏輯 所以懷避其罪 這道理就在這邊 我最後我真的必須要講 為什麼我們一直強調說 2024年是戰爭與 和平的一個學者 就是因為我們要講 不管是現在 很多的賣軍火的一個狀況 好像民進黨政府都拿來 當然是大內宣的一個工具 而剛剛趙先生你點得很好 如果說美國的議員講 如果大陸來入侵台灣的話 他們要炸毀台積電 我們要譴責兩方 一方任何人都不能入侵台灣 任何人都也別想用武力 來入侵台灣 但另外一方面 當有人講說 你要炸毀台積電的時候 護國神山被侵犯了之後 沒有人敢發言 所以民進黨的朋友 常常會講說 你們國民黨就是不敢罵老共 我今天就罵給你看 老共你們不要想要入侵台灣 不要想要入侵中華民國 但另外一方面 民進黨的朋友 你們敢不敢罵一句老共 老美 如果說你們對美國講的話 都是只聽從 或說美國講的話 你們就是所有都是 言必禁師的話 我這樣子說實在 你們就真的只是 一個國家的棋子罷了 老美 我再講一次 你聽清楚 老美不是說 如果老共打台灣 就把台積電炸掉 老共就不會打台灣 老美應該講說 你老共如果要打台灣 要打台灣 我讓你老共不能打台灣 我要保護台積電 哪是把台積電炸了 哪是這種講法 老美說不可以炸台積電 我要保護台積電 老美要保護 因為很重要 對我們美國很重要 對不對 很多蘋果 很多東西 這個半導體是從台積電來的 全世界90%的高階的 半導體都是台積電來的 所以我要替全世界 保護台積電 還不是說把他給炸了 講些什麼鬼話 好吧 布魯伯說拜登要比照 烏克蘭模式 給台灣5億美元 就是他給烏克蘭錢 所以現在要給台灣了 之前我們不是 民進黨一直講說 絕對不是 誰講說 今日烏克蘭明日台灣 不是 老美顯然是這樣看你的 是這樣嗎 是不是民進黨政府 應該出來解釋清楚 然後至少大家知道 日本共同社的民調說 近九成日本人 是擔憂大陸放台的 來 芳馨 我們今天這幾件事情 加總起來 你會不會發現一件事情 巴菲特告訴我們說 他很愛台積電 但他不愛台灣 而且因為他不愛台灣 所以只好忍痛放棄台積電 本來在巴菲特的股東會上面 其實不會問台灣問題 也不應該問台積電問題 就是因為他去年第三季 買了台積電的ADR 到了第四季的時候 大量出清 才會有很多人要去問他 台積電的問題 其實他上個月 接受日本新聞的訪問的時候 他就已經講 其實就是因為 地緣政治緊張的關係 所以他只好忍痛放棄台積電 今天他在股東會上面 把他說得更加的明白 如果不是地點問題 他應該會投資台積電 所以這個是就投資的角度 可是我們最近發現 有一群人好愛台灣 比如說25家軍火商好愛台灣 比如說兵推的時候 要去推銷武器的這些人 非常的愛台灣 還有很多美國的政客 莫頓也好 歐布萊恩也好 他們都是在講完 要炸台積電的話 之前之後來過台灣 歐布萊恩是講了說 要炸台積電了 他還是到了台灣之後 還是照樣領勳章 然後莫頓是去年底來訪問台灣 然後今年照樣說他要炸台積電 就是說我覺得 我們現在看到的是 軍火很愛台灣 可是投資很不愛台灣 這對台灣來講 此時此刻就已經造成了 嚴重的影響 在美國的供應鏈上面 我們不是有岸外包的 那個朋友的有岸 在美國的供應鏈的名單當中 我們是維安名單 是有危險性的 因為有危險性 所以從這一些政客的角度 裡頭來看的話就是 只要中國大陸來打台灣 我就立刻炸掉台積電 讓你也拿不到 就是那種天真 naive到一種程度 他不知道說兩岸之間 同意的問題 遠比台積電的問題 要來得複雜太多了 根本不是像他們想像 只是為了台積電 好 但是他們就可以拿衣服 天真到這樣的一個程度 但是另外一邊 投資就越來越遠 然後這邊 美國政府的做法就是 那你趕快先離開台灣 所以台積電要到美國設廠 台積電要到日本去設廠 台積電要到德國設廠 在去年台積電都說No 不可能 但是現在都一一的實現 而且都是一兩百億一兩百億 兩百億的這樣子投資 他一年的投資也不過就是 三百多億美元 他這樣一百億一百億的投資 我想請問你 他能夠留下多少在台灣投資 尤其在台灣 從美國的供應鏈的名單當中 我們並不是有岸外包 可是台灣人到底願意為我們 我們現在變成了 就是美國宣傳的兵兇站尾 我這邊再說一次 是美國宣傳的兵兇站尾 不管他說是比照烏克蘭模式 或者是我們列為為安的名單 或者是他說要炸台積電 或者巴菲特公開的說 因為太緊張了 所以他寧可投資日本 他不要投資台積電 但是日本人自己擔心 所以他們很擔心 台灣有失日本被捲入 所以你知道嗎 造成連日本的募兵人數都不達標 而且是空前的第一 而台灣去年的募兵人數 只有達到一半多一點點 結果達到的這一半多一點點 還有四成退役了 就是用相同的思考 其實就是和他們有稀釋人數 也在未然上 就是最終身的 輩子 裸給自己的